文化就打在家庭上 於是這個家庭變形了 就變得很奇怪的形狀 於是造成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家庭情況的混亂 但是這個說法事實上不是那麼正確 所以說實在 西方人要做什麼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一定要受他的影響 西方人如果愛做什麼 這個中間的差距是什麼 也許我們等一下談完問題都比較清楚 要講到西方文明進來的話 我不想大家腦心去想什麼 也許是想說 這個好萊塢的電影 或者電視上的什麼樣的劇集 或者西方的什麼什麼東西進來 然後影響到我們中國家庭 如果說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的話 事實的會追溯到五四運動去 五四運動好久以前 如果你昨天晚上 前天晚上留看電視的話 其實有個新的節目叫做 什麼香蕉新樂園 香蕉新樂園 那個時候你講說 民國三十幾年 就覺得好久以前的事 可是五四運動剛開始的時候 是民國八年的事 而我們現在所謂 受到西方文明影響 對家庭這方面影響最大的幾個話題 我們剛剛說 追尋愛情自由 家庭革命 離婚 毀婚再婚 或者性開放性革命 都從那個時候已經開始進來的 我們要把他的受監限制 再說是1960年 美國因為有婦女運動 因此我們才怎麼怎麼的 很多這些影響到中國家庭結構的東西 在五四的時候就有了 而且民國八年剛開始搞的時候 我們現在想五四運動 我們就經過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給你們帶來幾個想法 很多人會告訴我們 五四運動就是什麼 真領主啦 真自由啦 平等啦 胡適啦 白話文啦 其實五四運動裡面 有一個新文化運動 這個新文化運動 除了白話文以外 包含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我剛剛說的這些 就是自由戀愛 就是家庭革命 自由戀愛跟家庭革命 有什麼關聯 當然有關聯 我們回頭想一想 中國人從今天結婚 怎麼結婚的 沒錯 這原來意思是什麼 不是我挑的 當事人沒份 別人安排的 這個挑的過程是怎麼樣挑的呢 像臺灣的話 本地再從前 就一直有相親的活動 相親是什麼樣的活動 公開的活動 很多人在的活動 不但有雙方的家長 還有很多 自己覺得不太相干的人 也都在那裡湊樹 大家一起看 至於當事的這兩個人 有沒有看呢 通常沒有看 就是看了對方的皮鞋 看了那個放鬆包的手指 長什麼樣子 別人都沒有看 所以事實上 在我們中國的環統 這個通往婚姻之路 是一個非常非常社會性的問題 是一個社會性的事件 其中要牽涉到很多很多的人 而這些人都有決定權 除了當事人 他們都可以說 他們都可以替你決定 他們都可以告訴你 這個比較好那個比較不好 你呢 是沒什麼話講的 這樣子的一個安排式的婚姻 在我們某一些社會條件之下 是相干無事 本來嘛 女人生下來 就是應該被人家安排的 那我就是 從小到大就是學習做針線啦 學習燒飯啦 了解怎樣處理家裡的事情 好 你別嫁過去做 一般來講 在我們傳統的婚姻觀 傳統的家庭觀裡面 女人的婚姻和男人的婚姻 有些固定好 可是這樣一個天下太平的世界 不可能維持那麼久 因為很可惜 中國歷史上 開始出現了列強 出現了別的國家 出現了別的國家的武力 他們也帶進了別的國家很多東西 包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產方式 怎樣組織起來 怎樣開工廠 怎樣從一個農業的社會 進展到一個農業的社會 這裡面就一些我們比較熟悉 所看到的轉變 比方說大家比較熟悉的 大家庭解體 變成小家庭 大家庭為什麼會變成小家庭 我們知道這個事實 大家庭變成小家庭 大部分大家庭現在不大存在 雖然說好像有一種小小的輔助 所以三代通常可以混到比較好的房子 有這個說法 大部分狀況下 一般人就要選擇 他就選擇小家庭 我們知道這個事實 大家庭解體 小家庭出現 可是為什麼會解體 你說年輕人比較有主見 年輕人不喜歡受通通通管 指望自己住了 其實不簡單 從前的話 怎麼年輕人就是沒小通這一點呢 從前為什麼不想要通通抗議呢 為什麼都要住在一塊呢 這個就跟我們這個整個社會的組織方式相關聯 我們的社會如果是以能力為單位的話 大家也知道種田 在沒有革命紀以前的話 必須要人力 要人力就表示人力是最值錢的東西 油、馬 這種在田裡面可以工作的生存最有用 因此啦 一定要大家挺啊 人多才好啊 尤其 如果這個人是不花錢可以過來的話 比方說自己生 這個是不要本錢的啦 太錢不要本錢啦 當然是要的 那如果能夠自己生產出這個後代來的話 越多越好啊 所以在那個時候 在這樣的生產制度之下 相應的也會有一批說法 多子多福 多生就是福啦 多生一點好啦 一家和氣日鬧鬧多好啊 人多一點好 人丁單薄就是不行 聽起來的話 就是大的比較好 大家比較好 這個 跟當時的生產方式是配合在一起的 可是 妙的是 這個生產的方式 直接在轉變 機器進來了 工廠開始生產了 工廠要生產就要有工人啊 如果工人都在種地的話 到哪去找呢 所以一定要這個種地的人 離開他的地 到工廠去 一定要這個種地的人 開始使用工廠機 而不用自己家裡的人力 或者不要再工廠工 不要再工廠工 這一些變化 這一些生產方式的變圈 我們有些人說進步啊 但是這些變化的話 造成了我們所看到的 很多很重大的變化 當時在大陸上的話 我們都知道上海已經有很大的工人人口 因為那時候已經有很多工廠出現 可是一般的農村的話 還是蠻保守的 所以這些比較先進的 所謂的西方思想 在中國要生根的話 多半是在都市 而且是在知識階層 這是為什麼武士運動 是北大大學生領頭在那裡做 因為是知識階層 比較容易吸收西方的東西 而且他們也比較有一個確定的目標 大家如果說上過中學的話 都知道 武士運動的話 跟當時簽訂的各式各樣的條約 各式各樣的各地賠款 這些事情都連在一塊 認為說 中國的部分的土地正在被出賣 所以我們就應該期待改革這個國家 改革這個國家 是有很多路可以走啊 一定民主改革 可以政治改革 可是光講民主改革 政治改革的話 還是高知能做的事啊 知識分子做的事情 就好像現在很多人在喊 銅啊 毒啊 外神啊 門神啊 可是下面做的小名的話 好像會有太大意義 對我來講最重要的意義是 台北的交通怎麼那麼塞 到哪裡去停車 為什麼我的車子被人家刮了 為什麼買這個東西特別貴 為什麼昨天一朵銀貨 給你買三十百塊錢 而且有人還說 你都不買就是不愛我 對我們來講 對我們來講 我們比較歡切的 反而是這些跟我們日常生活 其實相關的事情 上面大的說 你是什麼國也好 你是什麼黨也好 什麼省也好 民主也好 自由也好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關聯 胡思琳東的時候也是這樣的 我們所聽到的 歷史上記載的 有一群人在那裡搞 什麼胡適啦 這些人帶動搞民主啊 搞中國要現代化啦 可是另外還有一批同時在搞 搞家庭裡面的這個 權力的存在 大家可以想得到 如果說我們要推翻一個舊的體制 最明顯的這個體制的代表 當然你可以說是國家 是政府 是在上面的官 可是你要知道 在家庭的單位裡面 最明顯的代表 老頭 爸爸 因為他是全民代表 所以五四的這代年輕人 要革命 國家的命要革 家的命也要革 他們要要求自主 他們認為有很多封建的東西 其實這個封建的東西 不單單是在軍閥 在皇帝 在這個政治層面上有 這些封建的東西 在家庭裡面也有 比方說 我因為讀大學了 我出來了 我認識了 同班有一些朋友 朋友有妹妹 我喜歡這個妹妹 我就想要娶她 可是我的爸媽說 哪有這種事情 我說話才算數 我安排的才是 我看上的是某某地方 哪個世生的女兒 你怎麼可以去娶小的妹妹 不可以 從那個時候 有非常多的所謂的 家庭革命出現 有很多尋求自由戀愛 有很多想要超越這個階級 再過一陣子 他們也會上演一首話 就叫雷 可能在報道上也聽了 這裡面就有非常多的 追求自由戀愛的例子 什麼少爺愛上了丫鬟 或者誰又愛上了誰的妹妹 之類的 你要知道 在這個自由選擇的過程當中 從我們目前的觀點來看說 那有什麼不對啊 人當然選擇自己喜歡的 特別是說在過去 就是婚姻裡面 沒有所謂的喜歡這種事兒 喜歡是說 就上輩的看這個人順眼 說將來這個人 屁股大辣的會生兒子 或者說看說 這個人他家裡有多少田地 你嫁過去不會吃苦 是上一輩的人在替你挑 根本不談你喜歡不喜歡的 沒有所謂的浪漫的氣息 就是羅曼蒂克的這個味道 完全沒有這件事兒 完全是別人在做主 意思也就是說 在這個傳統的農業架構裡面的話 事實上 老的 男的 是佔優勢的 所以這個家族的 最上面的這個人 不管剩下的是媽媽 還是爸爸 他們就決定 絕對有這個權威 其他下面的 就得等我奇怪 等我分配 你不聽話 我就幫你除名 將來進行財產命運 所以這個權威的壓力 對當時的這些年輕人來講 是很大的 尤其是當這些 進到學校裡面 接觸到另外一些人 學校是什麼 學校就是把很不同的人 放在一個樓框裡的地方 你要知道 如果說 我們每一個人 只是在我們自己家庭 交友的環境之內 交朋友的話 你會發覺 你交的是同一類型人 可是呢 在教育的這個程度上來講 你想想看 我們大難聯考 這麼一個大考試一考了以後 你會發覺 你周圍來的人 有的從南部來 有的都不來 有的從北部來的 家裡有不同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背景 在這個教育的框架裡面 你可以讓很多不太一樣的人 都湊在一塊兒 而在這個不太一樣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要產生什麼感情的話 你自己做了抉擇 超越了你家庭的權威的話 那當然 老頭不會放過你 一定會馬上拆散 在這個時候 在這樣的浪潮 追求國家政治層面上 追求民主的浪潮之下 那我家裡也要追民主 我要追求愛情至上 我要追求愛情為本的婚姻 我必要那個父母親安排的 怎麼能當戶隊的 我要追求愛情 那一代的年輕人 往往都在追求這些東西 而這裡面 我們在後來的發展當中 可以看得出來 比方說 當共產黨成立以後 大家都知道 他們並不用所謂的封建名字 叫做夫妻 叫做 意思是 愛情是兩個人關係的技術 這個 在當時就是非常非常先進的說法 當我們在四十年恐共交易之下 我覺得愛情是很可怕的 我對那個時候來講 是一個前進的想法 因為那個時候 不再要父母親安排的 沒受之言 我不認得的 鄉下的那個老派婆 我要的是我自己挑選 以愛情來做資格 那是非常先進的一個口號 所以在後來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裡面 也對於婚姻 離婚的權利有些保障 對於婦女的權利 也提出來有很先進的說法 當然 論題的發展不單單是成難言 也有一些人跑到這邊來 就是跟著國民黨過來的一批人 我剛才已經講過 在當時比較先進的 比較西方的 比較開放的 比較反封建的說法 大部分是在稍微上層一點的 以及在有知識的階層 可是你也知道 38年跟著國民黨過來的 不是都是這些嗎 還有很多人 還有很多我們現在拼命想要搭飛機 從香港過境 跑到那頭去的牢牢的 不太認得什麼字 對於外界世界不太了解 所以事實上當時跟著過來的話 有兩個很截然不同的階層 有一個階層是坐了好飛機 跟著國保一起來的 還有一些呢 是拼死拼活的 帶著鋼盔 背著臉盆 從鄉下拉夫拉上來 第二天不知道 莫名其妙就上了船 然後就到了一個奇怪的地方 很荒涼的地方 這裡有兩種不同的人 很顯然的你也知道 那個西化的思想 會在某一群人 另外一群人 完全沒有碰過 在台灣本地也是一樣 你也知道日本的話 他們西化 並沒有接收到西化 那一部分 他們西化的是團間套路 所有的改革 都在這方面進展 所以在台灣本地的民眾的話 西化成立不是那樣的強 都是蠻保守的 蠻傳統式的 這兩個圈圈的人 就在台灣發展出來 他們的不同的文化 現在看起來的話 你會說 好像你今天這麼回事 那不錯 因為我們經歷了四十年 中間有非常多的過程 而且這個過程 還得到我們偉大的 美國老大哥的幫助 從台灣這個國民黨 從過來以後 我們曾經受過很多得美人 我不知道你們 中間有的人 身心穿過 面子戴著的褲子 曾經拿過 一罐一罐的 純馬鈴、魯馬鈴 曾經拿過去給過麵粉 那這個當時的美人 是以這樣 源源不絕的形式 讓我們覺得說 啊 那個是一個好的地方 一定是一個很豐富的地方 食物很多 他們是很先進的地方 很進步的 如果我們中國要強 如果我們要好 如果我們要過好日子的話 我們一定要向他們 所以他們的東西 一定是好的東西 而且呢 那個時候 慢慢就開始進了美國的電影 進了美國 各式各樣畫報 我們就要 看到說 他們不錯嘛 怎麼都有車子可以開 怎麼都有這麼好的地方 房子很大 院子很大 沒看到圍牆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房間 我們在這些西方文化裡 看到很多很多 讓我們覺得很嚮往的東西 因為當時的台灣 是一個匮乏的東西 在這個匮乏當中的話 看到另外一個世界的話 我們總會看到另外一個世界 在電影裡面呈現出來 很美的那個文具的話 他們的東西一定是好的 我們如果要強大 一定要像他們那個樣子 在這樣子一個強勢文化 藉著影像 藉著物質的豐富 向我們招手之下 我們很容易受到影響 所以為什麼那個原來 只有一個小圈圈 享受西方文化 另外一些人沒有 而現在的話 慢慢開始滲透的比較特別 你到鄉下的地方 也可以看到七十一邊的商店 也可以吃到各式各樣東西了 也看到各式各樣的進口車了 各式各樣的物品 都慢慢的滲透進我們這個社會 我說西方文化的時候 往往不把它限制成為說 西方文化就是腦筋裡的東西 就是一些價值觀 一些思想一些概念 不是的 西方文化之所以有這些思想 有這些概念 他們為什麼要講求個人獨立 他們要講求不要贊同上一代的權威 孩子大了要搬出去住 結婚要挑選自己愛的人 不愛了就離婚 但這一些思想 其實跟他們的生活方式沒有關聯 這個生活方式台灣正在相當過度 而且在台北都會去的話 已經過度完畢了 這樣的一個生活的方式的話 是需要人不要被拘束在一個家庭的科救裡面 這些框架裡面 過去我們說農業社會 農業社會靠什麼 靠土地 人不知道我們要隨便亂流動 人農在農業社會裡還靠什麼 出了土地血脈 一定要有一些親戚的關係 所以從前我們講說中國人情為最能 人情為最能只顧自己的親戚 你要是陸上有什麼人的話 不關我的事 我只顧自己親戚 在我的血脈相鄰的人中間的話 我是非常關切的 至於別的人不關我的事 但不是說中國人很冷酷 而是說你屁想像 如果過去就是劉家春、李家春、王家春 根本就沒有什麼外人流動 那到哪去找外人 我中間都是認得的人 因為不流通啊 不動啊 我們每一地都是吃自己生產的東西 自己自足 我們充其量呢 就是哪個人到別的一個城市去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你給我帶一點花粉回來醃製 就這麼一點點東西 還有什麼呢 沒有嘛 你根本見不到什麼陌生人 所以在我們中國的人情觀上面 也不是我們真的對外人這麼冷酷 而是說 建立在這樣的一個社會組織的方式之上 我們比較 沒有機會談到說我對外人應該怎麼樣 因為我是這麼大家人在這兒 而且因為這個建立於土地 建立於血脈之上 所以我們一個人 他在這個婚姻關係裡面 往往不是兩個人的關係 不是你跟我結婚 而是我嫁境你嫁 因此我一結婚的時候 我就發覺我突然有非常多的親戚 而這些親戚我都照顧了 照顧到 早上起來看看這個婆婆 早上起來有沒有飯吃 晚上的話公布洗澡水有沒有打 各式那樣的事都要管 媳婦要管非常多的事 她哪有這麼多空 跟她老公親親和我哀哀的 要得有這樣親親和我哀哀的 您的電影上也看到過 那個婆婆會罵的 說這個照顧叫完妻喪智 就是完物喪智 完妻的喪智 就是一天到我抱老婆 我不管家也是 這是為什麼二十年前 劉福豬不是有一首歌很有名嗎 對 很辛苦 很苦啊 還要檢查 家有沒有生蛋啊 雞身上的肉夠不夠啊 那隻豬經歷到年年過年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宰了啊 所以她要想的事情很多 她要照顧的人很多 在婚姻關係裡面是一個人 她一個大家庭的關係 她不是一個人 她另外一個人 親親和我愛來愛去的關係 可是這樣的關係呢 就表示說這個人 她是固定的 什麼什麼小公子一起 然後她們兩個又坐坐坐 這過程當中呢 她們聲音又被某某人的妹妹聽見 這個妹妹呢 就覺得很難過 於是她又在這個行子裡面 這個自摸一番 然後當然這個男主角呢 偶爾又撞見 於是她又跟她 然後她們兩個坐滿臉以後呢 這個男人覺得 哇 真是太好 太棒了 她又看見那個小丫頭的那裡 什麼什麼 她又去什麼什麼 小黃叔的過程當中 大的兩個特色 第一 這個男人絕對會是可以騙著 他跟海鋒女 各是各樣的女人 而且不是同年女人 從老到少都有 第二個特色 外 就是同樣的過程 同樣的說法 從來沒有說解開第一個褲子 解開第二個褲子 沒有 都是一上去就扒光了 都是這樣子 文教理學也是這樣子 很快的一個過程 馬上就換一個人 好啦 那再加上我們平常 你想想看我們女生世界裡看什麼 我們看一群穿著非常血白衣服 跑來跑去摩呆絲 摩呆絲 是吧 蝶翼 折疊 我們有很多很多這些美妙的景象 什麼起沐浴乳 好舒服 長髮 我們看到這些 那男人看什麼嗎 哎呀 乾乾淨淨 上面什麼都沒有的 也沒有看頭髮 也沒有看你用什麼肥皂型 也沒有看你穿什麼 都是光光的 非常這個眼光的螢幕 這個刺激 觀點的刺激很強 而且呢 他們因為這個現場的過程 他們不斷地搜尋這樣的材料 你不信 今天夏天你看一看 當你穿著那個衣服 手拿起來的時候 這旁邊這裡的就是從這兒看 你就撿一個東西 他從這兒看 從這兒看 你現在穿短裙子一個 每一個男生做的夢想 就是說他睡在樓梯下 我們要說不然上 這是講真的啊 這是講真的啊 很多男人跟我坦白地說 他們這個成長的過程 是這樣子 我們必須要意識到說 我們跟他們的期待不一樣 你可以想像 這樣的兩個非常不同的期待 在他們這個追求的過程當中 當然還沒有起什麼樣的說法 因為這個追求過程當中 一定要你拿那張東西來換嘛 某一種交易的行為 沒有那個就沒有這個 你一定要幹 講好 一輩子都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給你 我們到現在為止 還是有很多東西告訴你說 不要請你給 這個東西啊 事實上是把性感給你交易的行為 從來沒有說我喜歡你 我愛你 你就找這個 而是說你要不要那東西 我就給囉 所以在這個追求的過程當中的時候 因為很多時候 男性都要得到女人那個幸福 女人就不給不給 他有佔了一種程度的優勢 在這樣條件之下的話 原先對於性的那個期待 那個衝突還沒有出來 你可以想到結婚以後 結婚以後倒不是說他已經有了 他就不喜歡你 他不是這樣子 而是說 可能還是很愛你喔 可能還是跟你很好喔 可是你可以想像得到 他平常在整個成長過程當中 他所受到的期待是什麼 他要別人 他要別的 他不一定是要跟那個人戀愛喔 他還好精神一點 外遇不一定就是戀愛他 很多時候 我前兩天還在聽誰在講說什麼 外遇的話都是因為先有情 然後才有性 兩個人感情滿滿滿滿 然後才跟他反省 其實我告訴你 外遇有時候不是這樣子的 就是先有性 有的時候只有性 沒有那個情的部分 沒有那個情的部分 那情的部分 有的時候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發展 就是原來就跟太太沒什麼太當情 因為你要知道情 的話會挺厲害 談過戀愛的人就知道 那個徹骨 這個刻骨銘心 那種花很大的力氣 每一秒鐘你都在想他 很像在上班那個秀 這個事情 起不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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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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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